沒想到這一次 竟然是讓黑旗被屠殺大龍的敗因 白旗就順理成章的飛到了這一下 殺大龍的第一步不是直接去殺 而是什麼 先去旁邊招兵買馬 繼續招兵買馬 白旗在這 讓黑旗的路只剩下一條可以跑的方向 恰恰白旗在前面已經佈下了三個人 然後白旗先尖 黑旗黏上之後再一跳 白旗又多了這個利用 最後屠龍刀再現 下到這裡才96手 基本上黑旗已經宣告死亡 哈囉各位旗友大家好 我是GOGO先生 今天呢我們又要來講的一盤是這個 白手一百手左右就屠殺大龍的 那這個也是絕翼 絕翼直到F 那對上的是這個叫杏都的 等一下我這裡先調一下 好那 這裡呢 白旗 先走在這裡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怎麼樣子白手屠龍呢 這一盤旗的屠龍方式 跟以往有一點點不一樣 這個地方是白旗被殺 結果呢他選擇防守反擊 那防守反擊的位置走的相當的漂亮 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黑旗掛完之後先小飛 那白旗呢再接著掛 然後黑旗選擇夾 那白旗在這裡啊 選擇一個比較少見的這個大飛 那大飛要記得千萬不要選擇這個碰 因為你選擇這個碰這一挖 這個黑旗其實是不太好的 這個地方黏上 你如果是這樣子走的話 那我這個旗可以叫吃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黑旗 首先第一個這邊有點重複 然後第二個這個位置其實不如在這邊好 OK好 好那所以呢 這地方黑旗是不能選擇用碰的 那這個時候呢 黑旗只能肩踢 好那肩踢完 白旗如果選擇退的話 那這個地方就還原定時 可是這就是還原成小飛 然後白旗去爬這個 那這個位置就不好 還不如拆嘛對不對 好所以這個形狀呢 有兩種 一種是選擇這種擠回來的 那擠回來就變成拖連班的定時 那一種是像這種實戰走 這個是比較 清零的走法 那這地方黑旗實戰是選擇挖 黑旗也可以選擇比如說手把 那手把將來白旗手段就是虎在這裡 好然後黑旗可能是藏一下 那白旗就吃這個腳 OK好那選擇黑旗選擇挖 白旗打吃 然後黑旗黏上 然後白旗再跳 好那白旗跳完之後呢 這邊的戰鬥已經告一段落了 基本上白旗這有一個根據地 好這裡至少有一個眼睛 再來這一場 這裡又會有第二隻眼睛 那如果黑旗打這個 我就往這裡飛 那這一個根據地是 足以做出兩個眼睛的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白旗 已經安全了 那接著呢就去進攻這一邊 那這一顆子它有達到什麼效用呢 雖然這白旗安全 但是它有達到限制的效用 那它接下來想要做的就是限制 這個白旗往這邊的發展 好那接著 白旗藏一個黑旗再跳 好再跳 那過去啊 我們面對這種定時的走法 都是什麼 就是黑黑白旗這樣藏完之後呢 變強了要往這裡拆邊 好就加強這邊的根據地 好但是啊如果是這種走法的話 就是明顯這個效率很重複有沒有 利二猜一 好這效率非常的差 所以早期人們都會覺得這個定時是白旗吃虧 所以後來 就比較少會這樣子下 但是AI呢 它在這裡有新的認知 就是它不認為這個旗要用拆的 它覺得要直接飛出來 這個地方應該把它當成外事來看待 把它當成外事來看待 好那當它起來之後接著呢 黑旗如果這裡再不走啊 就直接這樣子飛弓過來 把這個給它包住了 我不是簡單的做活啦 我是要殺你了啦 你趕快想辦法吧 那黑旗呢當然就是要往外跑 好那往外跑的手法有幾種 好一種是像這個實戰的這個尖 另外一種呢 是比如說走在這個地方進攻 好攻擊白旗順便加強自己 好那這邊的走法這樣子黑 白旗可能也會選擇這樣子飛啦 好就是 也在攻擊這個白旗 間接的又支援這兩顆 好所以雙方這地方就反制反反制 好很精彩 那但是實在呢黑旗是簡單的走 好不想要再過多的跟白旗這邊做纏鬥 好那白旗呢走在這裡 這個一方面是加強這一塊 二來奪更 第三個又有在加強這一邊的根距離作用 所以這一種旗啊 看起來二線飛好像很委屈 但是它是一指三用哦 非常厲害哦 好緊接著黑旗往這裡飛 好那飛完之後呢 在這個地方當時我看的時候 我的想法是大部分都是想說 哦我這個已經煎到了 那我應該是可以比如說從這裡掛腳 好來去發展這一面 騎我們通常就是有一句話叫做 騎從寬處下嘛對不對 要選擇這邊 那這邊其實是別人的地盤也很窄對不對 那我從這邊掛完之後它如果飛 那這邊不一定都是它的 因為這地方還有點山山啊 還有這種逼的騎 所以騎從寬處下 不會想要從窄的 那點山山也是另外一種邏輯啊 但是AI啊就決意呢 他不這麼認為 他的思考是從這個窄的地方出發 完全顛覆我們的認知 我看了這一首我擺了很久 我大概才能理解他的思考在想什麼 就是這個地方你從這裡掛 首先第一個黑騎可能會從這裡夾 好可能會從這裡夾 那你如果再從這裡走的話 那你第一個 你這邊這一顆子其實會先被進攻 好那你如果選擇先去點山山這個擋住 好擋住的話 我們簡單來這樣子擺 那這樣子的話呢黑騎這樣子一拆過來 那變成你這兩個先被攻 所以白騎不想要在這邊的戰鬥處於被動 所以他選擇打入 這手騎看似好像是破黑騎的地盤 但實際上他還有第二個作用 就是對這個黑騎發動一些威脅 當然這個威脅不可能造成很大 但是接著我們等一下看你就會發現一件事 實在的黑騎想要威脅這個白騎 但是白騎這一踢 踢完之後首先這個根據地已經拿到了 接著呢再碰 這邊的手法很漂亮 黑騎扳 白騎退 這個地方碰是在加強這一顆子 等到變強了之後 再往上壓 這一顆子已經算到了黑騎 要攻擊的變化 你要攻我 可以啊我先在這裡放一個人 你真的敢攻嗎 好你攻過來了 完蛋了你這個現在開始有危險 OK 那當然這個地方目前來講 黑騎還是保有兩顆子的優勢 還是保有兩顆子的優勢 那緊接著呢黑騎在這裡踢一下 踢完白騎長的時候 這個地方比較好的走法 這個地方我看實在是用斑 但是我後來擺一擺覺得這個斑 好像有點問題 那後來呢我去看了一下 就我自己先研究 我當時第一桿是選擇這個跳 那跳一個呢 AI呢覺得也不錯 這個跳其實很簡單 就是這兩顆 你不能夠永遠的去看中它 因為白騎這邊都已經加強那麼多人 你應該看清 你應該要注重什麼 注重是攻擊這一塊白騎為主體 放輕 蛇小就大 蛇小抓大 OK 那結果呢實戰呢 黑騎是往這裡搬 那搬的話呢 就等於怎麼樣 被白騎帶著節奏折 那帶著節奏走完之後啊 這裡原本我們當時用掛的 會處在被動挨打的局面 對不對 但是因為白騎這裡加強了 他改用碰的 他改用碰的 這一連貫的思路 我覺得大家可以 當做一個學習 這個可能很難去模仿 但是你可以有一個新的認知說 原來AI是這樣子在玩的 你可以用這種的角度去思考 那這地方黑騎如果是想要搬的話 白騎長 然後這樣子黏上 那白騎再飛 那這樣子看起來好像可以照顧這一顆 不過這個地方拆的太遠了 你如果只是簡單這樣子走的話 那白騎這個點33的位置 站的位置就是有再多過來的一路 效果是比較好的 明顯比掛腳再點33 就是比這個掛腳再點33的效果還要好 這個一定是最好的 所以黑騎覺得 我搬這個好像也沒有那麼好 所以他就選擇搬腳 那搬腳也是正確的 然後搬完腳之後呢 你看喔 白騎先手加強了這邊 再過來 現在有去了 就不是黑騎攻白騎 是白騎先夾攻 這個黑騎 因為白騎有跟 白騎有跟 那緊接著呢 黑騎在這裡呢 中盤戰鬥的一開始的方向選擇 是比較大的問題手 這個時候呢 黑騎走在這邊 他想要先針對白騎這邊的毛筆 這裡有一個擠 擠完有一個叫吃 這樣子白騎這一塊也沒有根據底 他想要先這樣威脅白騎 看白騎怎麼動 但是沒想到被白騎 從屁股後面反攻 那這個地方黑騎要怎麼下呢 這地方黑騎應該是要先往這裡走 先從這裡往過來 如果今天白騎是這樣子走的話 那你甚至你是可以直接攻擊他了 因為這個白騎是比較弱的 比這一塊還要弱 OK 所以黑騎應該是先抓著白騎這塊 弱的地方去打 順便加強這個 會比較好加強 實戰 走這邊 被白騎從屁股攻過來 那黑騎現在也沒有辦法去吃啊 因為你這樣子去吃的話 有沒有 你這樣吃的話 首先白騎 這簡單的這一陣 這都快要死翹翹了 所以 這個地方 黑騎 先飛出來 先飛出來 那白騎按兵不動 先走這個 然後 黑騎先搬 搬的走法也是一樣 他是希望 讓白騎這裡走一個 這樣子的話 黑騎吃 然後呢 再吃 那這樣子白騎必須要走 那等於白騎這一手騎 就從這邊攻擊移到這邊來 好這個是黑騎的用意 但是沒有想到 這個班 竟然 是 後手 被白騎 夾攻了一下 好 夾攻了一下呢 這個地方 黑騎啊 瞬間局部啊 有一點點 局處 好 不知道怎麼辦 OK 然後實戰是選擇尖 但是這個尖啊 效率又太慢 好 這個地方我看了 AI的招法 我覺得各位 真的可以好好的選 這個真的是厲害 好 真的是厲害 沒想到 真的是AI跟人的失誤 就是不一樣 他很會 AI很擅長做什麼事情 就是借力打力 好 藉著你的事 好 就像在 站在風浪口 好 這樣子飛著起來 藉著你的風浪 讓我起飛 好 那他怎麼做呢 AI這個地方啊 他的答案是碰 起初我還看不太懂 這個碰 要幹嘛 但是這地方白起也不能搬 因為你搬啊 我就走這個 好 你比如說這樣子走 我藏這一下 藏完之後 你不管是黏還是什麼的 我就看清這兩顆了 我再一藏 你這個斷不掉我 有沒有 你斷掉我 首先你這個會被叫吃 好 那你如果先黏上的話 那我這個就出來了 OK 好我這個就出來 那你這個白起可能還有點危險 OK 所以這個地方呢 我看了AI的答案是 他選擇在這裡頂 好 當時在頂的時候 我在想這個旗 到底黑旗要怎麼下 這樣走嗎 這樣走不對啊 這樣感覺好像 白旗這一段 這一檔不就 不就 白黑旗就被關起來了嗎 好 那你說這樣頂好像 也怪怪的 因為這樣子走 雖然看起來好像黏上了 但是 首先這個吃得很乾淨 這個紙完全是廢掉 白旗再貼上來 這個白旗跟剛剛是不可比的 剛剛是這樣子 好剛剛是這樣子 這樣子的情況是 白旗這幾個 雖然是把黑旗切斷 但是他同時也被黑旗切斷 他自己也有危險 他危險是他不能夠 做很強大的去攻擊這個黑旗 好 所以這 這個到底 這地方到底 白旗 就黑旗到底在思考什麼 就這樣子黑旗跑出來也沒有好 好 結果沒想到黑旗給的答案 讓我嚇一跳 他在他不在這裡做這個檔 或者是這個頂的決策 而是把這個結果 交由白旗來做決定 好 我就先走這個 你如果這邊將來不走 欸 那我可能就是這樣子走 我跑這一塊的同時還纏住你這兩顆 讓你這兩顆 因為他 被切斷 不好攻我 好 那你如果是這樣子走的話 那就 我就這樣子走 我不會走在這裡 我這樣子走的加強力道是更猛的 好 甚至我 好像兇一點我是可以直接把你這樣擋住 所以這個地方白旗啊 只好走在這裡 好 讓那黑旗就順勢一搬 搬完之後再拐出來 有沒有 這樣子走完 白旗首先這個地方也還沒有加強 這裡如果要加強的話 那變成黑旗先攻他 好 這個兩顆子優勢 就是畢竟還是在黑旗身上 如果黑旗真的能夠走出這種 AI的招法的話 那白旗可能相對的會 辛苦一些 但是也不是說不能站 也不是說不能站 OK 那實戰啊 黑旗的走法就比較溫 那比較溫的話 這裡就被白旗啊 借力 有沒有 他就順勢這樣張起來 張起來之後他就是 接著要從這邊去蓋囉 好 但是這個張起來同時也有一個作用 就是威脅這個 黑旗 所以白旗的旗都是一直多用 那黑旗呢 搬一個 白旗打吃 黑旗關住 白旗這時候再跳 有沒有 好 跳一個 那黑旗藏 藏完之後啊 黑旗這一塊其實是暫時安定了啦 那他這裡的想法跟我一樣 就我想說我這裡都已經懲罰力了 你敢手拔 好 我只要這邊暫時安定 我就來去吃你 結果沒想到這一次 竟然 是讓黑旗 這一盤旗 好 被屠殺大龍的 敗陰之一 好 這個時候 黑旗應該怎麼走 黑旗就應該要選擇飛 為什麼 這個飛看起來啊 好像沒有什麼大的 而且被白旗這一擋到 好 那不就 就是 白旗比如說再這樣子走 好 比如說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 把黑旗再黏上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不就讓白旗就是成功的 把這塊地盤給 守護好了嗎 但是我們要知道 這個飛的價值 他不是只有單純就這一塊 他還有間接資源上方這兩顆 我們要知道這地方如果變成是白旗的話 接下來會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白旗走這裡 還有一方面可以攻擊黑旗 更恐怖的是白旗這一飛啊 哇 這整個大的包圍網 全部都是白旗的 全部都是白旗的 所以呢 這個 是天王山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來我們來看一下 實在呢 黑旗去吃這個 那白旗呢 就黏上 然後 黑旗再提吃 提吃完了之後 白旗就順理成章的 飛到了這一下 有沒有 而且飛到這一下 其實你雖然吃我 我看起來沒有根據地 但是我剛好往中間跑 那中央這邊 這邊都我的人 那其實這個白旗 也沒有那麼弱啊 我在十級到三大裡面 常常會強調有一個東西 你在戰鬥前 你要考慮的不是去算多少步 算多少步都不重要 而是判斷強弱 怎麼去判斷 旗子的強跟旗子的弱 我有去製作了一個 強弱判斷表格 你可以呢 點擊影片下方的這個 十級到三段 它裡面會有一個完整的說明 OK 緊接著 黑旗 往這個地方一跳 然後呢 白旗再吃 然後黑旗再飛 好 飛完之後 哇 這個地方 黑旗開始要活了 那接著要怎麼去攻擊 這個地方白旗的手法 我覺得也很值得大家學習 這地方通常我們在攻擊的時候 想法都是啊 我要這樣子就是 這樣攻擊 欸這樣攻擊感覺不錯啊 欸對不對再一飛 好 就可以把這個給吞下 感覺確實也不錯啊 但是這種攻擊啊欠缺威脅 甚至黑旗搞不好都可以直接手拔 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呢 比較好的攻擊是 我先來走這個 你再不理我這一次啊 我甚至這一場 這整個都被切斷了 所以這種攻擊是敵人要理的 好當你理了之後 殺大龍的第一步 不是直接去殺 而是什麼 先去旁邊招兵買馬 欸我要來攻擊你囉 你要不要跑 好沒關係你跑 欸我這裡多了兩個人 我這裡多兩個人 那你同時你這還沒有安定 黑旗在這裡選擇安定 安定的時候呢 不一定要馬上殺 繼續招兵買馬 欸我要來你家囉 有沒有 黑旗現在大龍的路線 是大概往這一帶方向 可是悄悄的 白旗這裡已經佈下了三個人 形成了天羅帝王 那接著呢 黑旗飛一個 開始 白旗開始走這裡 當黑旗長的時候 白旗在這裡 讓黑旗的路 只剩下一條 可以跑的方向 但是 恰恰 白旗在前面 已經佈下了三個人 而且同時 白旗一方面攻擊你 不是只有殺這一塊 他在把這一道的網子佈下來 幹嘛 要殺你這一塊啦 即便你這個活了也不夠 為什麼 因為我走在這裡 把你這整個圍住 這個白旗的效率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所以 黑旗現在 只能把這一塊 死馬當活馬 以黑旗是走在這啦 但是其實這地方 可能有更好的一些走法 比如說 黑旗可以走這個 這裡AI的答案是 會想要跟著頂 這個時候 雖然這一塊危險 但是黑旗也不要傻傻的去跑 黑旗這裡要幹嘛 以攻戴手 就是當你如果選擇擋住的時候 我再來切斷 這個時候這一手旗的用處就出來了 因為白旗這樣叫吃 就被黑旗反叫吃 然後黑旗吃掉 因為多了這兩個交換 黑旗可以吃 那你說這個時候 我斷的時候 白旗來打吃 不好意思來不及了 這樣子黑旗是活了 而且還活在了白旗的底盤 那這樣子至少可以彌補 這個被吃掉的損失 總比黑旗單關的這樣子跑 效果還要好 如果黑旗只是單關的這樣子跑 那效果就非常的差 白旗這一飛 那這兩顆你現在再走 來不及了 我這兩顆我甚至我就看清了 你要吃喔 好吧就給你吃啊 我先把這一塊給圍好 而且你還沒吃到喔 你再去吃 那我再擋下來 我這一塊圍到這一塊也全部都圍到 那黑旗只獲得這兩顆 這就是攻擊的時候你要很靈活 你不是什麼旗都要殺 OK 那實戰呢 黑旗選擇這個跳 這個跳 然後白旗殺旗的第一步 不是先走外面 因為這裡會被 會被切斷嗎 先把自己加強 你看AI的攻擊永遠都是有它的道理 這也是為什麼會整理十級到三段給各位旗友 因為很多旗友在殺旗 最後都會殺到自己死掉 你知道嗎這種旗很多時候你如果在拿白旗 你如果公布好是你自己很容易會被反殺 或者你自己這樣被反殺 為什麼 就是你可能殺的時候他就這樣跑跑跑跑跑 你沒有注意安全自己就死掉 所以呢殺旗的步驟也很重要 好 好 那接著 黑旗實戰 白旗實戰選擇接上 然後 黑旗拐 白旗也不是拼命的殺 有沒有 因為你接著就代表你真的要去殺他了 那當然是你不是說真的要殺到他 你在殺的當中 你只要有獲得到某一些利益就可以 但你如果是選擇你要獲得利益的部分 的這種殺法 那你就要注意你自己的利益不要被剝奪太多 好像這時候你要殺這個旗 這兩顆就要照顧 對不對 好那你至少要選擇跳 好當黑旗飛的時候 白旗繼續再飛 當黑旗再跳的時候 白旗這時候不是繼續殺了 而是什麼 再來 點33 這首旗又是非常厲害的 深東即西 好實在呢黑旗選擇利 白旗再飛一個 飛一下 這樣一切就切斷了 黑旗要補 好白旗再一貼 這貼完這有一個擠 把黑旗切斷 所以黑旗需要連接 好 連接完白旗這個腳已經加強了 加強了再一場 我們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白旗這裡更狠 正常來講白旗只要比如說 最簡單的這種肩 白旗這一塊就活了 但是白旗不是要這個 為什麼 因為黑旗這一虎啊 黑旗這個整個幾乎是連過來的 OK 或者是黑旗這樣子走 黑旗這整個是連過來的 那黑旗還有根據地 那黑旗這裡一旦變厚了 這個看起來是網子對不對 可是你網子在人家的鋼鐵面前 你的網子就不強了 對不對 你的網子是要在別人 還不是鋼鐵的時候 你的網子才有作用 那個力道才夠強 所以白旗不是要作用 而是什麼 要殺黑旗 好 要殺黑旗 這裡變強 這個就變弱 那黑旗這裡拐一個 想辦法先求火 好 然後白旗先尖 黑旗黏上之後 再一跳 好 這樣黑旗這裡根本就不是 鋼鐵 他就是洛旗 那洛旗 那洛旗網子就能夠達到他的效用 好 那黑旗現在也很困難 為什麼 因為 首先 第一個 你這個地方要活 還不知道怎麼活 第二個白旗這一檔 這個黑旗好像都快要死了 所以呢黑旗只好去殺 殺這個白旗只是要讓自己安全 但是你這樣子一殺 白旗又多了這個利用 又多了這個利用 利用完了之後 最後 屠龍刀再現 下到這裡 才96手 基本上 黑旗已經宣告死亡 好 那後面呢 黑旗就只是 下下 下個意思意思 就這邊這樣走一走 看看能不能做活 但是 最終 當黑旗走到這裡 白旗一虎之後 黑旗就投降 首先這地方你黏我就打吃 你黏這個我就打吃 所以這裡沒有眼睛 這裡呢 你走這個 我就一衝 這裡面最多一個眼睛 對不對 好你這個小尖也沒有用 因為我這一點 好你沒有眼睛 好那你如果走這個呢 也沒用我這一尖 有沒有 好這樣子 這樣子你作顏 我這一擠 好你就沒有眼睛了 好你這樣黏我就搬 對不對 好那你如果是走這個呢 那我打吃 你也沒有眼睛 OK 好所以呢到這裡啊 黑旗大龍 宣告死亡 OK 那想知道說 要怎麼去正確的攻擊 正確的殺大龍 你需要一系列的訓練 好 那你可以先參考 我這影片下方的 這個十集到三段 那目前呢 應該還是有促銷優惠 你可以先看這個 促銷優惠的課程 OK 那他會直接送你 他送你的東西 禮物呢 全部呢都放在這裡面 OK 好那我是GoGo先生 我們就之後再見 拜拜